手机百度 约 相聚时是最遥远的距离 是我们明明坐在一起 你的眼却在那方寸间闪动的屏上 你的心却在那远方的他的简讯里 也许只有当手机成了静音 我们看向一处 品味同一个的故事 聊着相同的话题 我们的心才重新聚到了一起 让我们关掉手机 用心聚在一起 去看电影 约一票 腾讯录宝 归 归来之 岁末年初的相聚 且行且珍惜 与家中老母亲的约定 一年一许 明红灯闪烁的璀璨都市 照亮手机屏幕上支持的距离 归 是望不见守不得心不离的稀计 收拾好时光的挂念 归来吧 家 一直在这里等你 无关距离 Google搜索 知 知最难 你感叹 相识满天人 知性能及人 这个城市那么近 又那么远 你我之间可以无言 不见 我习惯从你转发的朋友圈 看你最近的关注和情绪 我可以从你点赞的密度 判断你的亲疏和盲写 不是我聪明 一念三千 以信为重 心里有你 便心中有数 四十几为密 因时 此刻之因 来事实 我对你默默地 懂得 QQ浏览器 要 要现在 回头有空见面啊 回头有空拒绝啊 但回头从未到来 有空从未没空 见面只是在朋友圈 拒绝只是在对话框 偶像剧里的男主角 去问你那滑稽的猫 若你不在身边 素折同静心语 也是遗憾 只想现在与你在一起 浏览人生 谈笑丰盛 我要的 现在就要 乐风网 逃 逃之夭夭 六年前 我们一起读书 你目如秋水 我面如桃花 六年后 我们家年相聚 秋水已逝 桃色不再 人生之爱莫大于 诸言辞尽化辞树 若我们无法留得住时光 那就留住当初的容颜 开心往 心 要开心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一切围在你心 你或许习怪了 失败时的哀声叹气 或许忘了 期待胜利后的巅峰荣耀 不是生活 故意对你苛刻 是你曾是否 笑颜相识 一必知道 还之彼身 生活没那么复杂 一念三千烦恼丝 我也是开心解千愁 做人 最重要的是开心 护书宝 懂 懂不易 从来都是闺蜜情义 因为最懂你 懂职场上 奋力拼搏的泪 懂校园里 你散发出的软萌 懂运动中 你挥洒汗水的快感 懂在路上 你随紧而来的失忆 给你最想要的 极致呵护 给你一辈子 最忠实的陪伴 乐坎 暖 暖心窝 回家没人说话 难过没人安慰 开心没人分享 寂寞没人陪伴 你还在网上 叫嚣孤独寂寞呢 却不愿打开 自己心里的房门 谁说陌生世界里 没有阳光 我们愿捧出一颗热忱 暖你心窝 快递打车 乐 乐相随 在你面前 我不错任何掩饰 无需事故 随心所欲 没有应该或者不应该 想笑的时候 就尽情欢笑 我们彼此两立插刀 我们不用借着酒精 才交换心事 时间在走 时期在变 但我想起你 就会微笑 沃尔玛 神心够 岁末年初 又是离别相逢时 离别 终会永久挂你的至亲老友 离别或相逢 或犒劳自己 或护盆唤友 总是要张罗置办 考量人情事故 离上往来 省钱固然好 省心更动人 一如卧家 轻负何求 一语卧之间 省 就一个字 RND数码小 小见大 小是浓缩经典 小是机智便携 四两拨千斤之志 一副当官之勇猛 打造左耳不群的偏锋之剑 期待遇到更懂小的你 拉卡拉 懒 懒一下 忙碌是一年到头的生活状态 抛开工作与学习 自由自在的简单生活 简单的泛懒 不走租家门 懒得大包小包 扛回年货 让时光自在起来 分给最爱的亲人 云给最好的朋友 抒起忙碌 让我们懒在一起 支付 金融 电商 只有0.1秒拿下他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受众的目光扫到信息 停留的时间平均只有0.1秒 怎样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 吸引到他的注意力 这是个问题 引起注意力是一场战争 文字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应该是一把剑 以最短的路径 最快的速度抵达 从文案到用户之间 细细的传递应该一剑封口 记住 一周0.1秒的时间 出招必须要快 第一招就要使出杀招 写文案不是斗地主 杀招一开始就要亮出来 不要流到最后压轴 比如你卖一款防晒霜 要告诉人们日晒的危害 不要从原理或者原因开始说 直接说结论 日晒会让你为了先衰 结论先行 这是文案拿下受众的最快手段 对于受众来说 读文案不是学知识 没有人是抱着思考的态度 来读的 没有人关系逻辑和定义 人们的眼睛和耳朵 只会对观点结论敏感 逻辑越简单 越容易传播 越耸人听闻 越容易获得关注 所以文案应该一开始 就抛出斩钉截铁的结论 先把目光吸引过来再说 想想谣言 为什么能够疯狂闻传播 除了利用人的恐惧心理之外 谣言的专长就是 先抛出骇人听闻的结论 快餐店的冰块 比马桶水还要脏 WiFi杀精 可乐会腐蚀你的骨头 看看这些标题 即使你明知是谣言 恐怕也会忍不住 点进去看一眼 对于文案来说 第一印象 很多时候就是永远的印象 顶尖广告人 罗伯特·布莱 曾总结出不同形式 广告的第一印象 平面广告 第一印象 取决于标题和视觉设计 宣传手册 第一印象 取决于封面 电台或电视广告 第一印象 取决于播出的前几秒 公关新闻稿 第一印象 取决于第一段文字 无论哪种形式的广告 读者的第一印象 也就是他们看到的 第一个印象 读到的第一句话 或者是听到的 第一个声音 很可能就是决定 这次广告成功 或失败的关键 所以 新闻案要学会 打磨第一印象 从两方面入手 首先是简化结构 核心 加精力 从结构入手 好比只留下骨架 剔出血肉 只留下树干 减去枝叶 文案不等同于写文章 不要求主卫兵 定状谱样样不少 是着用简洁经验的文字 传递最核心的产品卖点 中华学业基金会 我不认识你 但是我谢谢你 全家便利商店 全家就是你家 大众银行 不平凡的平凡 艾维斯租车 We try harder 英特尔 Inter inside 这些经典文案 京剧的共同点在于 它们走的都是 极简主义路线 没有华丽的词枣 没有巧妙的修辞 没有复杂的句实 只是简单到极致的 几个词的组合 不知不慢 不累赘 像电报一样精简的文案 是向用户传递 产品细极的最短路径 其次是简化文字 删减加拆分 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文字 当你对自己写拽的文案 感到满意之后 再尝试着去删掉 三分之一 删去那些 与关键含义无关的文字 词语 删掉前后重复的词语 试试看能不能 用更短的词汇去替代 删去不必要的修饰语 使用特定句式 让文案看起来很短 尽量减少词汇 能够用名词组成的句子 就不要再使用名词 之外的词 将长句转变为断句 相同字数的文案 有断句的文案 看起来会显得更短 也更容易记忆 文案的定义印象 是否合格 可以从以下六点 来进行验证 是否具有震撼力 是否具有瞬间 抓住人的注意力 是否有趣 足以引起观众的兴趣 是否点出了 你的与众不同 是否令人难忘 是否简短 一见封喉也并不是说 一下子将所有信息 传达给消费者 谁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关于产品的信息那么多 你既要给出卖点 又要促使消费者 来进行购买行动 还要表达产品的精神 如果把信息一股脑的 扔给读者 那这则文案 肯定是失败的 写文案应该抱着 这样的想法 以最小成本 得到最大收益 要像点穴一样 找到欠一发 而动全身的那个穴位 重点发力 既然不可能同时 点中消费者所有的穴位 那就指点一个 但要点中关键的那一个 比如UPS的文案 只有好消息 比我们早到 再如家电企业 每台课的文案 Our repairmen Are the longest guide in town 我们的修理人员 是城里最寂寞的人 当你的读者 向文案灰心一笑时 你就成功了 让信息以最短路径 最快速度抵达用户 并不是说文案 应该简单粗暴地 传递信息 相反 走一点弯路 有可能抵达得更快 使用双关语 这种文案协作方法 在大多数时候 都不建议使用 因为会增加 理解的难度 但凡事总有例外 如果双关语足够巧妙 效果会非常好 来看看被称为 20世纪最伟大的 广告之一的文案 Neighbor isn't working 这是1978年 Sanchi Sanchi广告公司 帮萨吉尔夫人 制作的广告 普遍中 是排成长队的等待 领取旧基金的 失业者 当时执政的是 英国工党 这幅广告 表面上说的是 工人们都没有工作 其实是利用双关语 声东击西 巧妙暗示大众 工党的那一套 是行不通的 这些广告语 在民众心中 指入了跟 深蒂固的印象 以至于它后来 成为了一句流行语 另一个巧妙的 走弯路的方法是 隐喻 比如 一个人解释 大脑这个概念 用专业术语来讲 估计没几个人 能听懂 但是 如果你使用隐喻法 用电脑的工作原理 来解释人脑的运作 就容易理解了 隐喻的力量 来自一种 巧妙的替代法 用简单一单的东西 来替换复杂的东西 文案使用隐喻 也是为了将 难以描述 和理解的概念 转换成 一语理解的感受 在消费者心智中 建立其心的联想 和认知 比如 尼桑汽车的广告语 Life is a journey Enjoying the ride Cut to ride 饮料的广告语 生活就是一场运动 喝下它 都实在 将抽象的概念 转换为具体的概念 从而在消费者脑海中 留下概念 与产品的关联 但是 隐喻必须慎用 必须遵循 复杂 简单 抽象 具体 枯燥 生动 干巴巴 意味深长的方向 否则 一个糟糕的隐喻 会毁了文案 不要让隐喻 在消费者与文案之间设置障碍 你的肌肤像植物一样 需要水分 与其使用这样的比喻 还不如直接说 肌肤需要水分 将肌肤比喻成植物 只是从一个具象 到另一个具象 不仅毫无意义 而且会增加读者的理解步骤 不用让你的比喻 宣兵夺主 我们的产品 犹如波朗的绘画 都是不朽之作 消费者可能以为你卖的是 伦波朗的话 简单直接 电报般的文案 10400毫安 小米移动电源 全铝合金金属外壳 LG 三星 进口电芯 69元 这是10400毫安式的 小米移动电源产品文案 一级文案强调的是两个数字 10400毫安 69元 二级文案强调 外壳和电芯 全铝合金金属外壳 LG 三星进口电芯 文案的配图 是一只手握住 移动电源的照片 强调是产品的小巧 这一卖点 读文清晰 简洁 从头到尾 不顾弄玄虚 也不给自己的产品吹扭 所有信息都一目了然 作为阅读者 在看到这张 小米移动电源的海报时 立刻就能获取这些信息 它的体积很小 容量很大 外形漂亮 做工精致 进口内心 售价便宜 据说在策划 这张广报海报时 小米的策划团队 曾提出过很多文案 但是都被一一否决 小身材 大容量 这个说法 很抽象 到底身材 是多小 容量 有多大 小和大的说法 没办法被具体感知 用户读到这句文案 还得再多想一层 不但大 而且久 问题上和上一次文案一样 大是多大 久是多久 太虚了 重新定义移动电源 怎样才算重新定义了 宣称自己重新定义的产品太多 消费者都麻木了 更何况 小米电源从本质上来讲 并没有重新定义 移动电源 超乎想象的经验 这是文案最容易犯的毛病 超乎想象经验 用上这样的词语 是能够让人惊艳 这样的词语 用在哪个产品 身上都可以 但用在哪 都不走心 最具性价比的 手机伴侣 先例性太差 手机伴侣是什么 不同的人 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一掌之间 充足一天 这和小身材 大容量的说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换了字眼 虽然对小和大的定义 更明晰了 但表达 更绕弯子 很难让人一眼 就能看明白 小米最来电的配件 配件是什么 很多人会想到手机壳 光看最终文案 会觉得没什么特别 但和以上这些文案 一对比 那颗就能分出高下 广告文案的难度 并不在于独特 而在于足够简单 一级其重 和其他移动电源的 产品文案 对比一下 我们会更清楚 小米文案 好在哪里 顶级工艺打造 UV 钢琴 烤漆面板 细腻谋杀质感 永久亮丽 不修钢贝壳 做工精细 可做镜子使用 当然 产品本身的属性 和诉求不同 文案风格 也会有所偏废 这则产品 广告文案 谈不上坏 但和小米文案一比 其诉求 就显得啰嗦 重点不明晰 一则好的产品文案 不一定 文字最漂亮 图片最华丽 但它一定是 好的信息传递者 简单可感知 从说者到听者之间 最短途径 信息 没有多余的消耗 抓住利益契合点 琢磨一百遍 月经繁华 懒及风华 云间其大 贵族的传动收藏 我们经常看到 类似的文案 乍一看 根本不知所云 这种不说人话的文案 向来为人诟病 但为什么仍然有人在用 而且仍然有效 想一想 当你的视线 扫过这些文字时 它们给你留下了 什么印象 高档 奢华 尊贵 对吧 即使你完全不知道 这些文案在说什么 也能留下 这些直观的印象 你知道这些文案 所描述的产品 且不论其他 至少价格一定很贵 这就是文案 想要达到的目的 满足目标受众 最尊贵感 奢华感的需求 不能简单的说 这类文案不好 假如你的目标消费者 想要的就是这种 不接地气 高高在上的感觉 而文案 提供了这种感觉 那就是好文案 从本质上来说 文案写作 是抓住产品 和消费者之间的 利益契合点 达成沟通 什么是利益契合点 首先 产品文案的三要素 是产品 品牌 消费者 这三个要素 分别对应 产品的核心利益 品牌的核心情感 消费者的核心 需求 一则好的产品文案 是这三者之间的统一 抓住消费者的需求 用他喜欢的语言 把产品的利益 和品牌的调性 传递给他 比较一下 这两则手机文案 小米手机四 金属边框 如婴儿皮肤一样的触感 苹果MAC 风锐设计 锋芒表现 前者更容易让用户 对产品特性 形成清晰的感受 而且也更容易记忆 但后者会容易留下 新锐 时尚 格调很高的印象 哪一则文案更好 很难讲 实际上它们属于两类不同的文案 自我视角性文案 即以自我视角邪旧的文案 善用词早 在文字调性上 下功夫 用户导向性文案 即以用户视角邪旧的文案 描绘出用户心中 所想所需 语言简单 细节生动 直指利益 这两类文案 不是 熟悠熟劣的问题 而是诗 利益契合点的不同 下功夫琢磨用在谁身上 以及在什么时候 什么场合 用的问题 再做一个比较 耳机的文案 自我视角性文案会这么写 智争追求 完美音质 用户导向性文案则会这么写 戴上耳机 如同置身音乐会 哪个文案更好 如果从产品利益点出发 当然是后者更好 因为它运用的是用户视角 支持产品利益点和用户需求 而且 它更好传播 没有人会和朋友分享这个产品 是说一句 这真追求 大致可能跟别人说 这款耳机效果太好了 就像听现场一样 但是 如果从品牌调性出发 前者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假如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耳机品牌 使用这样一句文案 是不是更有厚度 文案需要具备传播力 但对自我视角性文案来说 传播不是它的终极目的 打造品牌高大上的调性 才是重点 通常情况下 大企业大品牌 更适合使用这种自我视角性文案 对自己进行包装 建设银行 建 者 善行 中信银行 承诺于中 致忍于信 包括三星 苹果 Vivo OPPO这样的品牌 也是一样 让未来 现在就来 手品之美 发现 触动心灵之美 写这类文案 要善用词汇 在消费者心中 植入恰当的品牌气质 使用月想 愉悦 这些关键词 会让消费者 倾向于觉得 它是个年轻 有活力的产品 使用锋芒 锋锐 这样的词 消费者会认为 它是新锐的 时尚的 使用至真 尊贵 能够打造出正式感 奢华感 或者商务法 消费者很容易 根据这些印象 对号入座 购买 与自己的身份 气质相符合的商品 写用户导向性文案 则是另一种思维 来看 这两次文案 某某智能插座 一秒 让家居 变智能 某某智能插座 让你用手机 遥控 所有家电 先不能文字 运用的多坏 有多少人知道 让家电变智能 是怎么回事 写文案的人 或许得清楚 但那些完全没有 接触过智能产品的 消费者 该怎么办 相比而言 用手机遥控家电 就很容易理解了 即使一个智能小白 也能明白 用AB点理论来解释 A点 用户看到文案之前的认识点 B点 用户看到文案之后的认识点 任何文案想要达成的效果 都是将消费者从A点带到B点 但很多文案的错语 在于脑子里只看到到达B点 却不了解消费者的A点 而且往往将自己的A点 当成了消费者的A点 搞清楚A点在哪里 关键在于找到利益契合点 也就是说 要将产品的核心 利益和消费者的核心 需求 这两者结合起来 不能偏费任何一方 比如前面的案例中 家电变智能 只是对产品功能的描述 而不是对产品利益点的描述 更没有涉及消费者的需求 因此 也就没有将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 利益契合点传达出来 且不论消费者不明白 家电变智能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需求 也并不是希望家电变智能 他们需要的是 自己能够很方便的操纵家电 记住 自我视角性文案 仅仅适用于塑造品牌内涵 打造品牌调形 类似 极致享受 致享生活的文字 不要拿来描述产品 如小米空气净化器的文案 相当于A4大小 占地面积小 与家居环境融为一体 简单 直观 让人 印象深刻 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再刻意拔高调形 消费者买一个空气净化器 是有实用目的 又不是为了 标榜自己 除了方向和用力点的不同 这两类文案的使用 也要是场合而定 在社交平台上 一定是用户导向性文案 而平面广告 文案大可以自我一些 以提升品牌 在消费者心中的档次 为主要目的 以苹果为例 发布会文案 产品文案 往往通俗易懂 完全围绕用户来讲 平面文案却高端大气 从来不好好说话 总结起来 关于产品利益点的描述 多一些用户导向思维 关于品牌调性的打造 字列一下也无妨 沟通的最短路径 文案应该在产品和消费者之间 打造出沟通的最短路径 沟通就是对话 是研究消费者群体 找认同 找桥梁 找出正确的对话方式 就像这样 我写出的句子 和你眼中的世界 刚好雷同 句子哭了 你也笑了 句子笑了 你也笑了 这和文案风格 长短无关 让你的文案 写出产品特性 品牌调性 用最恰当的语言 打穿消费者需求 找到最核心的 那个契合点 哪怕你写一万字 哪怕你写得如是如画 也是抵达消费者的 最短沟通路径 看看这组 人文别墅 归取来的平面广告文案 双月红于二月花 你之所义 是否也是女儿之所见 生活在苏州里的人 有时也会非常的想念苏州 二十年时光流转 带来了富足 静奢的享受 余下的 更多是对旧式 苏州的想念 那些多年前 不可奢望的梦想 已成寻场 从前质朴的自然生活 却又如格式般 难以寻回 归来去 田园江无湖不归 雇园依旧在 桃花已然红 石板路 台青 出退 园中井水 一样冰冷甘甜 还好我们还有归去来 归去来 苏州雇园 人文别墅 以新建造 构造苏州新生活 最能还原你记忆中 纯粹的苏州味 一是故人归 冰箱里最甜的西瓜 也比不上井水里的那一颗 生活在苏州里的人 有时也会非常地想念苏州 二十年时光流转 带来了富足近世的享受 余下的 更多是对旧石苏州的想念 那些多年前 不可奢望的梦想 已成寻场 而从前质朴的自然生活 却又如格式般 难以寻回 归来去 田园江无湖不归 雇园依旧在 桃花已然红 石板路 台青出退 园中井水 一样冰冷甘甜 还好 我们还有归去来 归去来 苏州故园 人文别墅 以新建筑 构造苏州新生活 最能还原你记忆中 纯粹的苏州味 一是故人归 在家 创建的桃花 都是三月开 离家之后 冬月的夜里也绽放 生活在苏州里的人 有时也会非常想念苏州 二十年时光流转 带来了富足近世的享受 余下的 更多是对旧石苏州的想念 那些多年前不可奢望的梦想 已成寻常 而从前制补的自然生活 却又如隔世般难以寻回 归来去 田园江五湖不归 故园依旧在 桃花已然红 石板路 台青出退 园中井水 一样冰冷甘甜 还好 我们还有归去来 归去来 苏州故园 人文别墅 以新建筑构造 苏州新生活 最能还原你记忆中 纯粹的苏州味 一是故人归 走得再远 还是没有走出 最处的地方 生活在苏州里的人 有时也会非常地 想念苏州 二十年时光流转 带来了富足近世的享受 余下的 更多是对旧石 苏州的想念 那些多年前 不可奢望的梦想 已成寻常 而从前质朴的自然生活 旧如隔世般 难以巡回 归来去 田园江无户不归 故园依旧在 桃花依然红 石板路太轻出退 园中井水 一样冰冷甘甜 还好 我们还有归去来 归去来 苏州故园 人文别墅 以新建筑构造 苏州新生活 对能还原你记忆中 纯粹的苏州味 似是故人归 尘埃你的旧物能拾起 记忆中的旧事 有几件能找回 生活在苏州里的人 有时也会 非常的想念苏州 二十年时光流转 带来了 富足近奢的享受 余下的 更多是对 旧事苏州的想念 那些多年前 不可奢望的梦想 已成寻常 而从前质朴的 自然生活 却犹如隔世般 难以巡回 归去来 田园江无户不归 故园依旧在 桃花依然红 石板路 台青出退 云中井水 一样冰冷甘甜 还好 我们还有归去来 归去来 苏州故园 人文别墅 以新建筑 构造苏州新生活 最能还原你记忆中 纯粹的苏州味 私事故人归 离开了家 就开始回家 生活在苏州里的人 有时也是会非常 想念苏州的 二十年时光流转 带来了富足近奢的享受 余下的 更多是对 旧事苏州的想念 那些多年前不可奢望的梦想 却已成寻常 而从前制补的自然生活 却又如格式般 难以寻回 归去来 田园江 无户不归 故园依旧在 桃花已然红 石板路 台青出退 园中井水 一样冰冷甘甜 还好 我们还有归去来 归去来 苏州故园 人文别墅 以新建筑 构造苏州新生活 最能还原你记忆中 纯粹的苏州味 似是故人归 这作为第十四届 中国广告节 房地产护奖作品 当之无愧 护奖评语说得好 自然之朴的情怀 没有故作尊贵的虚伪 把肆意和怀旧 如何成相处的味道 细腻的笔触 改人之身 文案找到了一种 最合适的语言 将城市的人文情怀 苏州人的雇员记忆 怀旧心理和产品 关键利益点结合 但唯有苏州的地产广告 适合这么写 如果你去过苏州就知道 那座城市天然的 就有一种 深厚的人文历史气息 可以想象 出于当地 共有的某种情怀和记忆 目标受众 读到这些文案时 会产生多么强烈的 共鸣感 微信文案修炼 写出一篇 阅读量十万家的 微信文案 对所有在 微信公众号上 运营的品牌来说 都是很大的加方向 相当于 斩获一次成功的传播 当然 品牌公众号的经营 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微信十万家文章 带来的影响力 是不可取的 重点仍然会放在 切实做好内容创意 以及提升用户数量 建立用户粘性上 假如你有了 一百万粉丝 十万家的阅读量 自然小才一点 那么 怎样打造 高质量的 微信文案呢 首先是标题 微信文案的标题 也遵循 一般文案的标题写法 但由于 微信公众号比折点 用户在订阅号推送里 只能看到标题 所以标题 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标题记得不好 用户点 都不会点进去 怎么起一个好标题 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 指向明确 比如这两个标题 近十年最成功的 十位互联网大佬 最失败的项目是什么 雷军 王兴 刘江东 周洪伟等十位大佬 最失败的项目是什么 这两个标题 出自一个真实案例 同一篇文章 使用第一个标题时 不闻不火 改成第二个标题 再传播 阅读量 迅速突破十万 微信文案标题 最继含糊 信息应该像锥子一样鲜明 扎入读者眼球 触动读者神经 才能促使他们完成 点击阅读这个动作 使用名人符号 学会内容名人效益 如果文中有关于名人的信息 标题内一定要提到 即使文中没有相关信息 也可以想办法 利用到 比如引用名人说过的话 名人越出名 对读者的吸引力越大 以名人为背书的文章 在微信平台上通常 转发率较高 比如 曾被马云进播的视频 马 外国人拍的马云 张晓农谈产品 设计十大要素 进入大众敏感点 及涉及性 生死 疾病之类的敏感点 比如这篇微信文章 获得了百万阅读量 柴静 为出生 就患肿瘤的女儿 我必须告诉大家 雾霾的恐怖 其他类似的文章 标题使用 赤子一百万 穷顶之下 就显得反向平平 另外 要学会在标题里 留疑问 留空间 不要在标题里 就把文章 关键点都说完了 这样人们就懒得 再点进去阅读了 比如 亚洲新首富王健林 儿子不当 万达接班人 把该说的都说完了 看到这个标题 您还有点进去 看的欲望吗 相比较而言 下面这个标题 更具有吸引力 亚洲首富王健林 对王思聪 接班问题表态了 只说表态 不敌结果 这样才能引起 人们的关注和点击 再比较这两个标题 世界杯冠军德国 认真是一种 可怕的力量 可怕的德国人 只印简单的两个字 便可怕到天下无敌 后者 显然更吊人胃口 在标题和内文之间 制造反差 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举个例子 有这样一个标题 我们很杀一对 美国老夫妇的房子 售价 当我们去收房时 看起来很负面 其实内文 讲述的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标题很好地制造了悬念 加上内文的情节曲折 使得这篇文章 转发量非常高 阅读量达到500万家 具体拟标题时 除了参照一般的文案标题写法 还应该根据微信阅读的特殊环境 这个动作 参照几种转发率 预读量更高的标题模板 提问 反问时 问句引发共鸣 如果能够恰好的 读者也想知道答案 他就会点进去看 合集时 在标题中使用六种方法 五种建议 或者盘点 系数等关键词 让读者产生想知道详情的欲望 强吸引时 使用最 必去 必看等词 趋使阅读者点击 负面时 四个常见错误 五件你应该避免的事 这类使用负面词汇 或否定说法的标题 在微信文章中 比起正面的标题 往往拥有更多的阅读量 反常理时 在标题中呈现违反常理的事实 吸引点击 比如 嫁人损失太大 苹果居然流血了等 如果只是标题的 读者就算点进去看了 也不会分享出去 要知道 在社交媒体上 尤其是在微信上 没分享出去的内容 几乎等于判了死刑 微信官方统计数据表明 只有20%的阅读量 是从订阅号里产生的 其余80%的阅读量 都是从朋友圈里点击产生 这个数据说明 被用户分享出去的文章 才有可能达到 10万家的阅读量 什么是好的微信内容 首先是要有先度 微信公众号的本质 属性是自媒体 既然是媒体 生产的内容 就应该像新闻一样 有新鲜度 保证内容先度 跟热点 掌握第一手资料 是写就10万家 阅读量微信文案的 重要因素 其次是有话题度 微信上最受欢迎的话题 是什么 来看一组 官方数据 41.1%的用户 关注微信公众号账户 主要目的是获取资讯 36.9%是方便生活 13.7%是学习知识 2015年初 官方数据 微信公众号文章 阅读人数排名 数据统计周期 为2014年9月 情感资讯 2.41 养生类 2.11 政法新闻 1.91 企业管理类 1.21 国内旅游类 1.21 财经新闻 1.21 烹饪类 1.1 微信公众号文章 分享人数排名 数据统计周期 为2014年9月 情感资讯 5900万 养生类 4500万 政法新闻 3000万 情品类 病例 2400万 烹饪类 1400万 企业管理类 1400万 国内旅游 1300万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 获取资讯 是人们关注 公众号的主要目的 而情感资讯 养生和政法新闻类文章 文具阅读人数 和分享人数 前三名 尤其是情感类资讯 和养生内容 远超过其他内容 用户既爱阅读 也爱分享 写微信文案 可以策略性的 多贴近热门资讯和话题 让你的文章 更容易获得转发 最后要有干货 没有人有耐心 捧着手机 在小屏幕上 读一堆废话 别玩虚的 要提供信息干货 越简单 越干货 越具备 广泛 传播的基础 除了内容之外 视觉也很重要 奥格威在 谈论平面广告时 说过一句话 神在细节中 任何平面文案 都必须考虑视觉的细节 微信文案 更是这样 如果没有充分 考虑手机阅读的特点 一篇文章点进去 命迷妈妈 全是文字 没有配度 没有空行 不分段 标题和内容再好 也不会有人 读完你的文章 神在细节中 请注意细节 一定要在段落间空行 空白 是视觉上的标记 能够带来 更舒服的阅读体验 尤其是手机屏幕阅读 以免需要留出 足够多的空白 让眼球休息 绝对不要手行缩近 不论是直笔写作 还是电脑写作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手行缩近的格式 但在手机上 绝对不能这么做 如果手行缩近 屏幕左边的空白 就会变得非常不规则 阅读起来 很难受 要保持方正的 快撞文字 视觉上分辨起来 才比较容易 一定要重新编辑格式 将文案上传至微信 不要带任何原始格式 要使用微信自带的编辑器 来编辑格式 可以在格式上 使用风格剪辑的 风格图标 比如 这样的页面 能够带来良好的阅读体验 其他还有一些 值得注意的事项 在同一个页面上 不要使用多种颜色的字体 图片在插入文本中时 要进行调整 保持最好相同的大小 段落尽量要断小 文中使用粗体字 一个公众号的视觉 有没有做好 直接影响到内容的传播 用户的使用体验 和使用粘性 标题记好了 内容很不错 视觉也完美 还差什么 想一想 一篇完整的微信文案 在阅读量最少的时段 进行推送 结果会怎么样 也许由于优质的内容质量 最终会达到很高的阅读量 但绝对比不上 切中时点推送的传播效果 通常来讲 微信阅读的高峰期 是在中午和晚上 但这也需要公众号 根据自身的调性 以及目标用户的习惯而定 比如你的目标用户 大多数是上班族 那就在上下班高峰期推送 效果会比较好 而如果你的微信公众号 是与健康有关 那就别管高峰期 最好根据内容 决定推送时间 比如一篇关于早餐 吃什么的文章 大可以晚上或者早上推送 优质的内容很重要 但既然是传播 就必须找对传播时机 同时也应该找到 相应的传播节点 如意见领袖 大V 或者构建公众号 每届矩阵 释放大传播力 撬动阅读量的支点 不做内容 搬运工 做内容搬运工 是传统媒体运营 微信公众号 很容易犯的毛病 也就是直接将杂志 或报纸内容 搬到微信上 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是 明明是相当优质的内容 传播效果 却非常差 在国内媒体中 微信公众号运营 较好的城市画报 一开始也犯过这个毛病 但在逐渐意识到问题 进行转型 从内容搬运工 转型到内容生产者之后 情况立刻发生了变化 经过两年的经营 城市画报的微信告 Citizen 今年粉丝超过16万 文章平均打开率 能够保证在 20%这条高基准标准线以上 来看看他们自己总结的公众号上 点击量最高的10篇文章 是如何诞生的 Top 10 很多人是在毕业多年后的同学会上 跟老同学坠入爱河的 阅读人数 42864 据称这篇文章是直接摘选了 杂志的情人节特刊 24种进入爱情的方式中的一篇 原来的标题叫做 它的时间 特别慢 在微信上发出的时候 改了标题 直接采用了文章的第一句话 很多人是在毕业多年后的同学会上 跟老同学坠入爱河的 很明显 比起杂志上的原标题 这个标题更直观 也更适合网络阅读 Top 9 5拍92 女朋友处于18到40岁的男生要注意了 阅读人数 43,970 5拍是在微信上发起的一个线上拍卖项目 记者通过拍卖 获得数量有限的新鲜生活 体验机会 品牌通过拍卖 嵌入品牌信息进行品牌宣传 城市画报 微信 通过拍卖 获得拍卖收益 或品牌宣传费用 虽然本质上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广告 但由于拍卖文案写的生动好看 文章的点击量一般都很高 粉丝的参与度也居高不下 Top 8 北京城的地下 埋着什么 阅读人数 43,721 这篇文章 原标题是走进地下城 改了标题在微信上发出之后 每日的点击量都很高 在持续一周的高点击之后 才开始下降 当时微信平台只有8万粉丝 总阅读人数累计 42721 打开率超过了 50% Top 7 一辈子做了很多梦 你可能忘了 但他画出了一个热门相册 阅读人数 46,380 19年时间 记录的梦超过3000个 一位静梦的画家 原本在豆瓣上传了一些作品 火了 公众号选举其中的石符 经过同意在编辑发出 效果很好 这里已经在其他社区 活起来的优质内容 再复制到微信上 同样很容易活起来 Top 6 2014春日书榜 阅读人数5012 这类榜单型的文章 在微信上通常会很受欢迎 因为这类文章不仅实用 而且值得长期收藏 Top 5 最完美的一条厦门旅行路线 阅读人数53043 一个汽车品牌赞助 城市画报记者去厦门 近身探索出一条完美的 厦门旅行路线 并且用高质量 易阅读的图文形式 在微信上展现了出来 结果获得不错的阅读量 可见 即使是软文 只要质量好 实用 也会很受欢迎 Top 4 去台湾时 留着用 时尚最全台湾民宿大全 阅读人数66808 这编辑分析 这类文章之所以受欢迎 一是因为使用 真正需要的人 绝对能够用得上 二是给受众 以美好畅想 让大家感觉 看过就等于去过了 三是诱发大家 以这样的心态去分享 你们瞧 我多分享的文 艺内容 多有格调呀 Top 3 人在国外栏目 点击总量 152806 人在国外 是城市画报的 微信编辑团队 独立策划的一个栏目 属于EUGC 用户生产内容模式 也就是说 所有的文章 都是用户约到的稿子 这一类内容 获得高阅读量 也是在意料之中 Top 2 港票十位栏目 点击总量 318178 这个栏目 主要讲述一位在香港 城市大学就读的 硕士研究生的见闻 通过接触那些 在香港学习 生活着的港票一族 挖掘他们身上的故事 Top 1 25岁 专栏 点击总量 875621 这个专栏的名字叫做 For Ever 25 讲述的正处于25岁之后 30岁之前 这个年龄层的人 是怎样发觉 体会到生活 甚至是生存危机的 又是如何看待 和分解他们的 文章点击量非常高 可见这个主题 获得了读者 很强烈的共鸣 请不吝点赞 订阅